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错 当时我被上官卿所杀 不得以中断术法 还来不及反应 傀儡就追着上官卿杀了出去 此事只有你和上官卿知道 现在他死了 随你怎么说都行 血豪 你想公报私仇吗 没有其他人在场 本就一点重重 不能怪血豪多想 再说上官卿对吕阳 积怨很深 是不争的事实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到底想说什么 无论是吕阳出于自保 操控傀儡反击 还是傀儡自主为之 齐天神王都不会善罢甘休 吕阳不过是六重天神 怎么可能操控真神级傀儡 而且 上官卿怎么死的 大家有目共睹 纵然是神王 也不能如此霸道 可笑 你有几条命 敢跟神王讲道理 在天界 没有实力 就没有公道 他说得没错 我们必须做两手准备 这些都是后话 赶紧度过考验 传送出去 才是当务之急 殿下 此通道没了阻碍 可以直接去更里面的地方 只会其他人 来这条通道集合 是 神王 出大事了 何故如此惊慌 青少的兄弟神 碎了 什么 究竟是谁 敢烧我耳 去天皇灭境 看来神王传承 就在里面 看来神王传承就在里面 他 都 该不会是陷阱吧 此乃个人势力 自然不会让你们在一起温战 冰战天眼神剑 金鱼队真火剑铁 不要强行对抗 要学会建立努力 这一层应该是考虑的 冰天赋 只要挺过去 就能进入第二层 挺不过去会怎样 死 别担心 金鱼并非施杀之人 失败者多半会被送出去 但愿如此 出来了 终于出来了 发生了什么变故 为何现在才出来 是 是这样的 居然有意外传承 也不知金鱼神王是何许人也 上官请死了 他怎么能死 确定他死在傀儡手上 而非吕阳 的确被傀儡所杀 至于傀儡受人所控 还是有自主意识 我也不清楚 好日神尊 你如此攀咬我众弟子 意欲何为 是不是攀咬 你们心里清楚 事情未清前 谁敢乱来 修怪本尊不讲情面 剑宗实力虽弱 但也不会任由外人拿捏 好 很好 等齐天神王驾灵 我看你们还能不能如此应急 实话告诉你们 齐天神王正在真魔殿做客 上官轻的生命是一岁 他定会前来问罪 到时候 谁都别想逃 是谁都别想逃 是谁都别想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